在进入正题之前 我觉得有必要和大家讲一下基础知识 视频剪辑或者转换有两种方法 一种方法是重编码 常用的Premiere Pro FinalCut X264等软件就是用的这种方法 重编码比较考验CPU等硬件的性能 转换也比较好事 另一种是负质流 不需要重新编码 仅仅把视频流和音频流重新打包混合一下就行了 使用这种方法完全不会损失画质 并且速度非常快非常快 转换的速度基本上取决于硬盘的读写速度 可以用FFMPEG LossLessCut等软件来操作 那么这种方法有没有缺点呢 是有的 由于这种方法是基于关键帧的操作 在原理上它就不可能做到精确剪辑 除非视频全部是挨针组成的 那么这种方法适合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呢 就是对于素材的粗节 比如拍摄了几十个G的素材 其中有用的片段可能不到30% 此时你就可以用负质流这种方法去快速的剪辑素材 这会为你省下大量的硬盘空间 我会详细介绍LossLessCut这个软件 首先这是一个开源免费的软件 大家可以放心使用 下载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简介当中 你可以下载压缩包 解压后无需安装 直接双击LossLessCut组成续就可以使用了 打开软件后 把视频拖入到窗口中就可以开始剪辑了 剪辑的目的就是筛选出有用的片段 用鼠标将播放头定位到想要的片段的开始部分 按下键盘上的I键 然后将播放头定位到想要的片段的结尾部分 按下O键 现在我们就完成了标记 可以看到在该片段的两侧 已经被打上了垃圾桶的标记 很形象吧 如果你觉得剪辑点选的不对 可以重新进行标记 我们可以连续选择多个片段 如果想丢弃某个已标记的片段 可以在窗口右侧找到该片段 点击该片段 该片段就会呈现高亮状态 然后我们点击下方的减号按钮 或者按下键盘上的Backspace键 即可删除该片段 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剪辑 要导出的话 可以点击右下角的Export按钮 或者按快捷键E 导出时有两种模式可选 一是单独导出每个片段 二是软件自动将这些片段拼接在一起 可以用右上角的按钮进行切换 在默认情况下 视频会导出到原文件所在的文件夹 也可以点击这个按钮修改导出的位置 接下来说一说时间线上的操作 当鼠标悬停在时间线上 用鼠标滚轮即可前进后退 前进后退的幅度可以在设置中进行设置 缩放时间线可以用坑就间夹滚轮来实现 右下角的数字显示了当前的放大倍数 也可以在下拉框这里直接选择想要的倍数 按Z键可以恢复默认的Ebay LosslessCut支持非常多的快捷键操作 比如JL用于减速加速播放 这里我只是罗列了个人比较常用的一些快捷键 点击右上角的问号按钮 可以显示所有的快捷键 点击左下角的图片按钮 可以在时间线显示缩略图 这是非常有用的 当然如果电脑配置不是很好 开启缩略图后可能会卡顿 一个视频可能有多个轨道 如果想舍弃某些轨道 点击左上角的Checks按钮 然后点击轨道前方的图标 就可以禁用这个轨道 比如我点击了视频轨道图标 那么视频轨道就会被禁用 只有音频会被导出 虽然这个软件很好用 但也有一些缺点 就是对于视频格式的支持 不是那么的完全 HEVC是当下主流的编码格式 近年出的相机手机 基本上都已经支持 用HEVC格式Path 相比H.264可以更节省空间 但是这个LosslessCut 并不支持HEVC格式编码 可能是版权方面的原因吧 另外也不支持TS FLV等容器格式 那么怎么办呢 解决方法当然也是有的 第一种方法 就是换用同类的图形界面软件 但是同类软件太不争气了 用户体现远不如LosslessCut 这里我就不推荐了 免得浪费大家时间 第二种方法 就是使用FFMPag命令行 这是一个万能的视频处理软件 但由于是命令行操作 对新手来说有一定难度 FFMPag话题太过庞大 在这里我就不展开了 关注我 后续我会推出FFMPag系列教程 让你轻松学会这个高手 才能使用的软件